马来西亚IOI产业集团邀请慈禧之工分享素食讲座 近60位行政职员参与了解吃素的好处 今天是要提倡吃素食 那我认为是对自己的身体也好 对社会的一些小小的贡献也好是很有难意的 改变自己只是救自己 然后影响别人才是可以救别人 我也希望通过这个管道来去向我们的员工 提倡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因为认同吃素 IOI希望鼓励公司更多员工一起来响应 现场职机之工分享人类行为对地球带来的破坏 希望寄由如素来拯救地球 大家以为是工业 像我们汽车工业发出的那种烟 才是造成这个温室效应 其实不是 最主要的其实就是动物的气体 或者是那个二氧化碳 其实它就是最主要的这个 greenhouse gases来的 占51%的那个总 greenhouse gases的那个总量 最有效法就是吃素 做谈会前 公司提供的免费餐点 让职员了解蔬食也可以很美味 今天的食物很不错 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开始 因为可以促进吃素的这个文化 蔬食环保爱地球不是口号 刺激之工呼吁在场每一位 拿起手机联署 111世界书醒日 用实际行动来爱地球 大爱新闻张汉顺林延军